12公顷的农地开满了波斯局 随风摇曳生姿 在八卦山脉的衬托下 一大片花海好像覆盖了一块花地毯 五彩缤纷美景 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拍照 它不只是波斯花海 它还有其他的花点缀 那这边就是听说是12公顷 全部大大的这样全部垃圾 而且它有一些稻草的造景也都不错 印象深刻就是他们的稻草人 还有每一年他们都会做这个 稻草的结果活动真的很棒 除了花海还有造型稻草人 和大型稻草装置艺术 将由米苍美名的田中旺高辽花海 装点的美不生收 连远嫁金门离岛的游子 也带着家人一起来体验 怎么会知道来这边 刚好因为家里住田中 刚好看到消息 这边有这个活动就过来了 体验田里的那一个生活 那个乐趣有稻草人 因为平常在城市看不到 镜头转到浦岩南新社区花海 叉指烟红的波斯局开满田间 浪漫的花景让人身心瞬间疗愈 浦岩相公所结合学校设计棒棒糖 黄金虎Q版图案的风车 以及小虎队立牌等装置艺术 布置在花海中公民众牌照 今年布置的比往年还多一些那种 装置艺术吧 不像之前就是那种充气的 很容易风大就整个都挂掉了 彰化县政府表示 田中顶潭里旺高辽和南新社区 这两处花海是岁末限定美景 花旗从元月开始一直到过年期间 欢迎各地游客一起来赏花 新唐雅台电视叶席红 方雅贤 台湾彰化采访报道